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要继续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的范围内 与各位同来分享神的话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 其实是一个单元 一个系列的 谈到的是什么呢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群人 这些人对于属灵的一些知识 他们有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他们认为说 天下万物的东西都是神所赐的 所以就算是哥林多市面上有一些 寄过的这些肉拿出来卖的时候 他们一样可以吃 甚至于这些人大胆到一个地步 他们还可以到庙里面去作息 跟他们一同来吃这些寄过偶像的食物 保罗在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说这些在属灵知识上认知的人 他们对知识方面的认识是对的 但是呢一个知识的行使 并不表示说我知道怎么样 我就可以怎么样做 你要关怀到其他周围的一些人 他们也许没有你这样属灵的知识 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属灵知识上的使用 而给他们造成了一些伤害呢 所以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至高至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所以他认为虽然你有这样的知识 可是我行使这样的知识的时候 造成了其他弟兄姊妹们的受伤或者软弱 那我就要节制我自己 保罗说如果为别人的缘故 我可以不吃肉的 吃肉是我的权利 可是我吃肉如果会使人绊倒 那我就不吃肉了 那么第九章呢 保罗更进一步就以自己的生活的见证 来说明他没有用尽他自己所有的权利 他说到一个传道人他可以在服事的时候 领受教会给他的这些生活上的知识 是可以的这是正常的这是合理的 可是当他想到哥林多教会 他们的财务状况上面的可能不足的情况之下之后 他也有自己可以支障棚为生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他就说我放下了这个权利 我不领受教会给我的这个信奉的知识 虽然有人对保罗这个动作有他不同的一些质疑 包括他是不是使徒啊 他为什么不会不拿啊 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呢 保罗就排除这些因素 然后告诉他们说 我知道我有这个权利 我也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与人同得福音好处的缘故 为了可以使人得福音 不需要花一毛钱的情况之下 我放下我的权利 他用他自己生命的见证来说明 他有真理上的知识 但是他不用尽他的权利 为了是他人的好处 那么第十章呢 保罗就更引用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些教训 来提醒这些在属灵知识上面 更清楚的这一批所谓的属灵派的这一批 格林多的信徒 看看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子 这些神的选民在神的恩典里面 可是如果他们在神的恩典里面 没有妄为 随着自己的本意去做 而完全不考虑其他的人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就被神管教 他们就落在那一个在神 审判的那个光景里面 然后在第十章里面 保罗也提到说 其实在偶像庙里面作息 不单单只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 如果要真的要讲知识 保罗就更深入的告诉这些 格林多教会所谓拥有知识派的这批人说 其实你们在知识上还不完备的 你知不知道在偶像里面作息 吃这些偶像的物 是一种教鬼的行动 是跟鬼打交道 我们属乎神的是独一的 你怎么可以妄为到这种地步呢 然后他也提到另外一个现实生活的问题 那么如果记偶像的物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是属神的 可是我们是路士的 我们跟一大群 不认识神的人生活在一起 这个时候对于生活上面 彼此互动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做 保罗也提出了他清楚的教训 所以第十章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 是承接八九十三章以来 一个系统里面教导的一个总结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在第十章第一节 保罗说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换句话他现在要告诉他们说 你们这些属灵派的这些 所谓的知识派的这些信徒们 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知道 他说我们的祖宗 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这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的祖宗 这句话其实是可以被提醒的 哥林多教会大部分是外邦人 是外邦人的信徒 以色列人历史里面 他们在出埃及到旷野的这批 犹太人的经历 从属肉体的角度看 这不是他们的祖宗啊 这是犹太人的祖宗啊 可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 这些信徒们讲 他说我们的祖宗 可见呢从保罗的 从属灵的一个观念里面 他认为今天的教会 其实已经承载了 旧学以色列人 选民的这个应许 换句话说 选民在历史上的一些经历 都成为今天的一些提醒 所以这个祖宗 严格讲起来 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经历 但是对保罗来讲 已经是我们的祖宗了 这也有像亚伯拉罕的 这个谁是亚伯拉罕 真正的子孙呢 加拉太书里面 那以信为本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他这边说 我们的祖宗 提到了 我们祖宗的一些经历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都在云下 都在海中经过 这显然指的是什么 他说后面讲 他说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摩西 这是一个把旧约的 历史事件 用一种对比 预表的方式 跟今天的生活 去结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这边云里 显然指的是指火柱 云柱火柱 在海中是指 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 经历那么大的一个工作 他们从云里海里受洗 经过这些作为 归了摩西 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奇妙的作为 保罗在这边显然用摩西 预表 今天我们的基督 用以色列人的经历 预表今天教会里面的 基督徒的一些经历 他说这些人怎么样 都在神的保守里面 都在神的作为里面 经过了这个 以色列人经过摩西的带领 摩西好像是一个 拯救者一样 带他们出埃及 然后进到神的丰富之地 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也是这样 耶稣基督带领我们 离开这个世界的黑暗 进到光明里面 都有神自己丰富的一个作为 所以他说 他们受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摩西 好像我们今天也一样受洗 归到耶稣基督名下一样 他说这些人不单单 经过火柱 云柱的这样子的一些 还有这个经过红海 这些神迹之外 他们还怎么样 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出于 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你看看这边讲 他说那磐石就是基督 显然他把旧约的一些 历史事件 跟今天新约基督的作为 用预表性的方式 把它结合在一起了 他们吃了一样的零食 明显的是指玛拿嘛 神在旷野的时候 用玛拿供应他们 换句话 生活上的需要 祂供应 他们也喝了一样的零水 这个零水后面又腾到磐石 这显然是指在 米利巴事件 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讲到 那个米利巴事件里面来讲 以色列人没有水 结果神吩咐摩西 用杖击打那个磐石 结果水就流出来 他们就得到了供应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明显的预表作用 那个磐石 后面讲说那磐石就是基督 用那个磐石预表 磐石被击打 流出水来供应人的需要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也是一样被击打 被伤害 然后怎么样 流出宝血 洁净我们的罪 满足了我们生命里面 真正的需要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以色列人 他们从云里火里 水里海里 经过那么大的一个神迹 他们也吃了零食 也喝了零水 换句话 神给他们分身负里面 是保守是眷顾也是供应者 经过了这么多丰富的情况之下 那么很明显的这群人是属乎神的 以色列人是属乎神的 在神的恩典里面的 可是他第五节说什么呢 他说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你有这么多丰富的属灵的经历 白天有云珠晚上有火柱带领你 那是大神迹啊 经过红海水裂开来 这么大的红迹 天天有马拿供应你 没有水的时候 磐石可以供应水给你喝 这么多的神迹与你 你一定是与神有关系的人 可是说这些人怎么样 都不是神所喜欢的人 换句话说 不是有一些属灵的经历 有一些作为 你就一定是神所悦纳的 圣经给我们看 这些人丰丰富富的经历 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 可是怎么样呢 他们这些人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怎么样 倒闭在旷野 换句话说 这些人出了埃及 没有进迦南啊 他们出了黑暗 没有进光明啊 他们离开了那个神的 丰富的那个救恩 活在自己里面 他们就落在自己 那种罪行的结果里面 那么他们有什么事情呢 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换句话说 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这些作为 不是只是个历史故事而已 不是告诉我们说 一个民族曾经经历过什么事情而已 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一个预表了 预表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了 以色列人当年是神的选民 今天我们也是属乎神的 这些神的选民 经历那么多神的作为 跟神迹奇事的作为 可是他们不是神所喜悦的 他们就倒闭旷野 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 换句话说 历史是一面镜子 要借着这些事情 给我们今天所有 仍然在神的恩典里面 经历神丰富的带领与供应的人 给我们一个提醒 这是这些经文的意思啊 那么提醒什么呢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不要在一些错误的 不讨神喜悦事情里面 不单单行 还喜欢那样行 那样贪恋 像什么呢 像当年以色列人的旷野 这种作为一样 那么他们在什么事情上 做了这些恶事呢 保罗下面只举了四件事情 一个是拜偶像 一个是行奸淫 一个是他们试探神 一个是他们 常常抱怨神 这四件事情 其实跟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都有关联性的 以色列人就是在旷野 领受那么大的神的恩典 仍然活在自己的牢窝里面 他们拜偶像 他们行那些淫乱的事情 他们在那边试探神 他们整天在那边 口里面抱怨神 这些作为 使这些领受神 那么大的恩典的人 结果倒闭在旷野 出了埃及 没有办法进迦南 这是他们生命里面的经历 这个经历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 所以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怎么样 他说也不要拜偶像 向他们有人拜的 如经上所尽 百姓坐下吃河起来玩耍 什么叫拜偶像 这显然是指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那个 拜金牛犊那个事件 摩西上山去了 亚人在山下 他们看不见摩西的 这些人的老我私欲就出来了 经历那么大的神迹 很快就忘记了 然后怎么样 开始为自己造出金牛犊 把金牛犊当作是带领 他们出埃及的那个神一样 这是拜偶像 拜偶像的行为怎么样 他们有人拜 然后保罗特别讲什么 用一段经文 讲到出埃及三十二章里面提到说 他们怎么样 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显然这个拜偶像的过程里面 也有一个怎么样 在偶像前面好像宴会聚集一样 大家在那边吃 然后起来玩耍 这个玩耍 按照圣经在旧约里面的用字来看的话 这很可能就是指拜偶像里面那种 淫乱的行为 这个玩耍 不是只是一般的唱歌跳舞而已 这很可能是在拜偶像里面 随之而来的这些淫乱的这些 这些讨他们假神自己喜悦那种 那种假这种 宗教之名 然后行淫乱之始的这些作为 这个行为本身来讲 保罗提醒以色列人 提醒哥林多教会人说 祖宗就是这样干的 他们就是做这些事情 他们就是在那边拜偶像 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今天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们 你们难道也要参与这些 拜偶像的这些 庙里面的作息的活动吗 你看看他们拜偶像 什么叫拜偶像 不专一跟从神 明明是神的作为 自己造个金牛犊 把他当神来拜 这是不对的一个行为 今天的世人 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 世人不认识真神 也伶俐各样偶像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你们是认识真神的 你怎么可以在这些 敬拜偶像的这种宴会里面 你去参与呢 所以他借着这个事情来自责 然后第二个他又说怎么样 他们也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 这很明显是指到 明书记二十五章里面所记得 发生在石庭那个地方 那些以色列人 与摩亚女子行淫的这件事情 这些行淫乱的事情 那个时候巴兰 教导以色列人 做这些错误的事情 害以色列人被神惩治 这种与这种 这种行奸淫 这种行奸淫 很明显的 有可能就是他们 在敬拜偶像之后的一种 像神庙 这些摩亚女子 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神庙 或者神迹的 这些行为 他们在那边淫乱 以色列人在那个情况 一天倒闭了两万三千人 换句话说 在当时神就管教了 行奸淫不单单是 肉体上面犯罪 其实从属灵的意义上 当你拜偶像的时候 你也是一种行奸淫的行为 那个时候你对神单一 独一的这位 唯一的活神 你不专一跟同祂 另外去找了一些神 然后在假神 因为是对假神的敬拜 就造成了后面一些 淫乱的一些行为 这个行奸状况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情形 这边有一个 圣经上面稍微要解释的地方 后面讲说 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 我们如果就旧约 那边写的是两万四千人 遭瘟疫 遭瘟疫管 这个刑罚有两万四千人 怎么会有人数的差别呢 其实这边已经给了答案了嘛 他说一天嘛 在当天就有两万三千人倒闭 总共合起来 可能有两万四千人 后来又有人陆陆续续死亡 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的矛盾 也不是圣经错误啊 在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 它是一天嘛 当天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了 所以在淫乱的事情上面 也看见神的管教 那么今天在 哥林多那个社会里面来讲 你看看也有很多淫乱的结果 我们在解释哥林多前书 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 你都看见 那种世俗的淫乱作为 都影响教会里面 这些是不讨神喜悦事情 千万保罗这个 警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不要落在像他们老祖宗 一样的情况之下 到最后被倒闭 被神管教 那么第三个呢 他说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说灭 因为后面提到蛇灭的这件事情 很明显的指的是 在荷尔山的时候 那么往红海的路上的时候 他们被火蛇攻击的这些事情 后来基督 后来摩西教他们 立了一个铜蛇起来 向铜蛇哑梦的人就得救 这后来在约翰福音里面 主耶稣很清楚讲 那个铜蛇其实预表的 就是他自己的一些 讲来的一些作为 所以你从这里面 可以看见 他们怎么样试探主 他们不满意神的带领 口中有怨言 在那边试探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 这些人 明明领受神的恩典 明明看见神在旷野之中 降马拿 给他们水 然后带领他们出这个埃及 这么多的丰富恩典 看不见神的作为 只看见眼前今天的需要 稍有不能满意 就抱怨 然后就试探神 你到底是不是 带领我们出来的那一位呢 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被神管教 今天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 那个时代里面 也提到说 这些在偶像庙里面 作息的这些 所谓的 在属灵知识上 丰富的这一批人 你们是不是也在试探神呢 你们以为你们可以靠着你们自己 这样参与这种 这种异教的这种拜偶像的行为 会没有事吗 这不对的 这也是不理想 不正确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会说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向他们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谓 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期间 发怨的事情已经太多了 这些发怨言的现象 其实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发怨言 你经历了神那么多的作为 为什么还要发怨言 发怨言就是藐视上帝的一种作为 一样 以色列人为什么发怨言 你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么苦 向神呼求 神差遣摩西把你们带出来 如今在旷野 要往迦南美地去 因为还没有进迦南美地 还没有看到那边的美好 只是在过程之中 就开始对神不满意了 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啊 这个危机就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而且我们需要神 按着我们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啊 如果有一位真神 不是人所造的偶像的话 那么真神的智慧能力都大过我们 是祂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做 而不是我们去告诉祂 祂该怎么做嘛 今天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教导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偏差的危机 好像觉得说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有信心 我相信神一定会成就 然后神就会成就 这种不是对神的信心啊 这种信心是你自信的 无限上刚的放大 我们真正的信心是什么 我相信神不会犯错 神不会误实 神也不会误事 因此任何临到我身上的事情 我只要检验我自己是行在光中 和神的旨意 我就放心的跟着神的旨意行 不管临到我什么我都放手 这是真正的信心嘛 你相信神不会错 不是我相信事情要怎么做 神就给我怎么成就 到底谁是主人呢 我们头里称祂是主啊主啊的 然后一天到晚都说 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然后主你来给我成就 这不是矛盾吗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 提醒我们的那句话 真的是我们的警醒啊 祂说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 不能都进天国啊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去嘛 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呢 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 做一个圣洁的国民 做属神的祭祀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嘛 不是整天想办法说 哦主啊我来做 我多做圣工 我多奉献金钱 我在教会里面多参与服事 我多参与宣教 然后上帝 你就要赐福我的家庭 保我们夫妻和乐 保我儿子 都能够念到好的大学 保我的事业都能够发财见财 发财这个能够成功 这是我们自己定的 我们在跟神做交易 圣经不是这样子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主是知道的 尽我们的本分 做我们该做的 种什么收什么 然后把结果安心交给神 祂如果在祂的旨意里面 让我们健康 让我们成功 让我们发财 感谢赞美主 带着感恩的心 谦卑的心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荣耀主而活 如果神的旨意 并不是这样子 神并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都是这样子 丰富的待遇 祂要我们在一些 比较艰难的环境里面 或者在一些底下 不顺利的处境里面 但是仍然可以为祂 活出生命荣美的见证 我们就安心地 造得主的旨意行嘛 这是基督徒真正的态度 这是对主真正的信心 所以保罗才说 不论是饥饿也好 贫穷也好 吃争也好 富足也好 我都已经得了秘诀了 什么秘诀呢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行嘛 这是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方向看见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对神的作为 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代表 你就不会发怨言呢 今天我们觉得说 好像这个世代 需要有一点神迹 才能够让很多人归信主 以色列人经历的神迹 不多吗 他们经历的神迹 远远大过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 这些神迹 在环境上面 所经历的这些变化 过红海 降马拿 临磐石出水 云柱火柱的保护 这些我们今天 哪一个人在物质生活里面 你真的有这样经历过 可是就算 这么大的神迹 他们还是拜偶像 行奸营 试探主 然后满口怨言 所以这些历史的教训 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要对神 真正的有信心 不是去告诉他 他要做什么 不是我先决定 要做什么了 然后他来给我成就 安心的 认识了独一的真神的 那不是偶像 不是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添衣 有口不能言的那些 既然是独一的活神真神 就顺服他嘛 跟着他走 你就不会发怨言了 不会觉得说 哎呀我这么爱主 我这么示分主 怎么我又生病了呢 怎么我会有这种事情呢 你真的爱主 真的相信主 临到你身上的事情 你就知道 没有一件 不是主允许之后 才能够实现的 主如果允许 不论 纵然是 像撒但攻击一样 如同约伯的经历一样 神还是最后的掌权者 为此你就放心 靠着主 面对 靠着主胜过 这是基督徒的态度嘛 你就不会发怨言了 也不会信心动摇了嘛 我们真的需要 在神的真理上面 不断的去操练 这种正确的 属灵的这种装备 以至于我们当 大风大浪来的时候 我们才顶得住啊 否则如果像 成功神学那种 错误的讲法 基督徒只能在 顺境里面来赞美神 感谢主 一碰到难处了 就兵败庐山倒 那个不是圣经的真理 所以这边也讲的一样 你就看得清楚 所以他说什么呀 他说十一节啊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见解 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 成为我们见解的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 我们这末世的人 记载圣经里面 这些历史事件 是为了什么 他们的经历 成为我们的警戒 是要叫我们这些 末世的人警戒 什么叫末世的人 主耶稣第一次加临 跟第二次再来 之间的这段时间 都叫末世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就是 活在末世里面 末世的人有什么态度 因为知道主要再来 开启一个 永恒的情况之下 因为主知道 主的救恩 已经成就完备 我们可以在 救恩里面迎向神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面 清楚知道 我们在世的日子 不过是寄居的 是短暂的 所以你的生命观 你的态度观 你的价值观要正确 在这个正确的态度里面 你知道什么是 你要紧紧持守的 什么是你可以放下的 所以保罗也是 在这个末世观里面 他才会想到说 有些权力是我的 我可以放下 因为今世是有限的 为了别人的好处 才是重点 不是我有权力 我就要用尽我的权力 享受尽我一切的 我的生活态度 跟目标已经改正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活在末世的人 我从来不认为 今世是天堂的所在 神所预备的是最好的 但是今世也不是 不重要的 今世要活出 那个有力的生命见证 你在永恒里面 得神的称许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说 我们这活在末世的人 把那些见解告诉我们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 以色列人领受 那么大的恩典 却用拜偶像行奸淫 试探主 抱怨神来回应神 结果他们就倒闭在旷野 在恩典中堕落 那同样的 今天我们这些在恩典中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从历史学教训 不要在恩典中 仍然看不见神的大作为 然后妄自作为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保罗其实借着这些话 其实在提醒那些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 自认为属灵知识上 丰富的这些人 你不可以爱怎么做怎么做 不可以妄自作为 所以他说十二节他说什么 他说所以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是谁 你从上下文来看 很明显的这边自己站得稳 自己以为站得稳 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 自认为属灵知识丰富的这群人 自认为偶像之物 吃鸡偶像之物 没什么了不起的人 自认为我甚至于可以 到庙里面去做起的这批人 保罗说你们自己以为 自己站得稳 要谨慎 要特别小心啊 免得在知识里面堕落 免得自己跌倒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怎么样 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性子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会遭遇到各种试探 我们知道神不试探人 试探是来自于 几个不同的方向 试探有的时候 可以来自于 我们人自己的软弱 老我的章简 你落在一个罪里面 情况这样 世代也可能受 外在环境的影响 你譬如说像 哥林多教会 他们有很多人生活 在这不信主的 不信主的这个世代里面 这个不信主的世代 有那个错误的价值观 跟生命观 影响他们 落在那个世代里面 好像我们今天生活 在北美 或者我们今天生活 在这个自由世界的国家 也是一样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是偏差的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是金钱挂帅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是以自我为中心 本位主义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这些是错误的 基督徒也受影响啊 有的时候看见这个人 唐瞻王法 就是住的好 吃的好 然后这个一切都享受美好 我们也会动摇啊 我们会要不要 跟着他去走呢 有些人 就有了钱之后 就三妻四妻 搞这种婚外情 好像自己纵横于 这种男女的情欲之间 而且好像觉得很享受 这些是错误的 这是这个世界 带来的情况之下 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试探 当然那个背后 来自于那个恶者的攻击 这个世界的恶者 用各样的方法 弄瞎人的眼睛 人活在这个今天 这个世界上面 举头望天 你就知道这个宇宙 是何等的规律化 有一位真神的存在 可是人 不要认识这位真神 能宁可自己造假神 然后让假神 来满足人的私欲 造一个神 叫这个神 来听我的话 做我的事情 这些都是试探 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遇见试探 但是神告诉我们 这些试探 我们属神的人遇到之后 是我们可以忍受得住的 是我们能够忍 能够受得住的 他说为什么 因为神是信实的 这位救我们到底的神 是说话算话的 是诚信的 是真实的 他怎么样 必不叫我们受试探 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换句话说 神有保守 我们如今是属乎神的人 在他的十字架完成的救恩 粉碎了那恶者的作为 他今天我们又是属乎他的 是他仲价买回来的 换句话说 他就护卫我们了嘛 当然这个护卫 不是指说像一般人讲 抱在怀中永远的 无灾无难情况之下 在任何主庆里面 主都眷顾 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讲 你纵然死赢过死赢的忧骨 也不配遭害 因为他的杖 他的肝都与我们同在 在敌人面前 他给我们摆设宴席 换句话说 本身来讲 基督徒活在这个 有罪的世代 苦难是存在的 主耶稣讲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叫我们放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神知道 神掌权 他允许 他也带领 所以神 他知道他算过 他说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你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 只要我们专心地跟上主 他就一定给我们 开一条路 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换句话说怎么样 专心跟从主 是每个属乎神的人的 基本条件啊 我们的神是性质的 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他一定把开一条路 意思就是什么 不会让我们走到绝路啊 不会让我们 觉得没救了 他给我们看一下 叫我们怎么样 能忍受得住 换句话说 神在保守 神在护卫 我们只要坚心依赖主 所以以赛亚书说 坚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 祂十分平安嘛 今天为什么要坚心呢 马马扑扑 随随便便信信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坚心了 坚心指的就是 环境上有挑战 环境上有一些 作为上面的一些压力 或者试探 或者引诱 但是我怎么样 我钉钉在主身上 我跟从主 这叫做坚心 你这样子 神一定保守我们 祂给我们开一条路 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所以这些话 也就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人在旷野 有没有试探呢 有啊 旷野的时候的预备 不像迦南美帝那样子啊 神有供应啊 可是他们好像觉得 还不够嘛 也有一些这种 环境上的艰难嘛 严格讲起来 他们这种艰难 有一部分是制造的 因为本来 从西乃山到 加里斯巴尼亚 只要十几天的路程 就可以到了 结果以色列人 因为不幸 在旷野 绕行了三十八年半 这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作为 是自己承担的嘛 但是怎么样 神还是带领 神还要给他们开路 问题是说你要不要艰辛 你不要动不动 就发怨言嘛 不要去试探神嘛 不要看见分说 好像我跟神所要求 以我为主的 神不给我就拜偶像了 我就行坚硬了 造其他的神明了 这些都是错误的作为 所以你看见这边讲到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允许 我们纵然环境上有挑战 有来自世人的 有来自罪性的 有来自撒旦的 有来自撒旦的 这些的试探 但是神保守我们 祂是信实的 一定会给我们开条路 所以我们怎么样 既然祂一定保守 一定开路 我们就艰辛的跟从祂 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所以 保罗在后面开始 十四节开始做总结了 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逃避 拜偶像的事 其实这句话指什么 亲爱的弟兄啊 对信徒讲了嘛 信徒是接受耶稣基督 为救主的那一位啊 当然那个拜偶像的事情 我们不会进行的嘛 那为什么这边要叫我们说 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呢 显然那不是只是说 对偶像的崇拜 是指那些 关乎偶像崇拜的 那些宗教仪式 那些作为 我们都要毙诀 就好像 更多教会里面 那一群 所谓属灵上面 知识丰富的人 跑到偶像庙里面 去作息 这是参与 拜偶像的行为 这些事情 我们要逃避 逃避 不要以为自己知识很丰富 偶像算不得 神只有一位 所以我就无所谓了 是之于无 保罗说不是 对于这种 跟偶像 互动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逃避他 不要参与他们 他说 我想对明白人说的 你们要查验我的话 这明白人是什么 明白人就是自己有智慧的人 所以保罗对那些 哥林多教会的那些 那些所谓知识丰富的人说 你们如果是聪明人 是有智慧的 就用你们的聪明跟智慧 来查验我所讲的道理 对不对 那你们要查验我的话嘛 你们自然以为 自己知识丰富 那你来查验看看 我所讲的有没有道理 我道理是我自己 编造的一个原则 还是真的是情况的 那真实的一个 一个需要注意的状况 保罗后面十六节开始 用我们的圣餐 圣餐的礼仪 这个圣餐 我们分享主的血 分享主的杯 主的饼 主的身体 用这个来 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 一个契合 他用这个来比拟 异教崇拜里面 那些拜偶像的行为里面 在偶像的庙里面 作息的时候 那个行为也是 跟偶像去互相 去交通 那么如果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 基督徒怎么可以去 参与那样子的交通呢 那样子联合是不可以的嘛 所以他用这个来 他说你们聪明的人 你们去查验 我讲的对不对 他后面怎么讲呢 他说怎么样 他说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这很明显的是讲 我们剥饼分杯的时候 领受杯 耶稣为我们流出表血 我们一同来领受 这预表基督的流出来保血 我们所剥开的井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你看见这边是用圣灾的方式了 剥饼分杯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来 他说我们只有一个基督 一个身体 所以他后面讲说 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受 这一个饼的 剥饼的时候 是不是一块饼 把它分开来 然后我们每个人拿一小块饼 对不对 可是这一个小块饼 因为是一个参加主的宴席 纪念主的丸 纪念主的死的问题 我们虽然拿到一小块饼 这一小块饼 从数人的意义上 仍然是这整个一大块饼 里面的一部分 是跟主联合 一小块怎么会 跟主的神合是一起呢 因为我们联合在一起了 我们借着饼 我们联合 我们与基督联合 我们也与弟兄姊妹们联合 我们与一群同领这杯 一同享受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 祂流出的宝血 祂剥开的身体这些 我们因为借这个仪式 我们与主联合 我们也与弟兄姊妹们联合 这是一个团契相交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虽然拿的是一块饼 虽然你说 说是人多饼 它是一个嘛 我们不是说 拿尔夫每一个人吃一个 每个人吃一小块 但是从数人的意义上 它仍然是联合在一起 那这个一小块 怎么会整个会变成联合在一起呢 因为从数人的角度上面 我们在主里面是参与 靠着主联合在一起 所以虽然是一个 薄饼分杯的一个礼仪 圣礼 但是事实上 它代表的是一个 跟主的这个互动 也就是弟兄姊妹们 生命上的一个联合 这是一个薄饼的意义 所以他说 保罗就引用旧约了 他说你们看 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的 岂不在祭坛上有份吗 旧约的祭司立位人 他们代表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 他们也有一个餐宴的事情 以色列人的祭司立位人 常常在以色列人献祭完 他们就分领 那以色列人献祭 那个祭物的一部分 也有一个好像 餐饮的一个聚会一样 那献祭完了 他们就在一起欢乐 吃这些食物 那么当然以色列人 除了干心祭以外 这个赎祭 赎祭啊赎千祭啊 凡千祭啊 只有祭司立位人可以吃 可是立位人是 祭司立位人是 代表他们嘛 代表他们享受 这个在主里面的这个宴席 所以那个 祂服侍祭坛 祂在祭坛 祭坛上的东西 祂就吃 可是这怎么样 祂能够吃那个鸡肉的关系 是因为祂跟主之间有那个关系 所以虽然是吃那个肉 其实上那个肉 是已经分别归给神了 借着这个动作 表达与神之间的一个联合 领受神在生命里面的一个 一个供应 也在主面前接受神 给我们生命里面的 这些丰富的带领 这是一个动作 所以保罗实习 他说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 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 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我乃至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 是祭鬼 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保罗讲出来 保罗说 偶像算得什么呢 说偶像算不得什么 这句话同意 哥林多教会 有这些属灵知识的人 偶像是虚无的是假的 是的 这些偶像真的算不得 但是这个算不得的偶像 算不得这件事情 并不带出一个结论 那个结论就是 我可以跑到偶像庙里面 去做 不可以 这两件事情没有互动的 偶像是虚假的 但是不要忘记 他说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 是祭鬼 外邦人把祂当作神 可是保罗说是祭鬼 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在那些人所造的偶像的背后 其实是有魔鬼的作为的 从人来看我是祭神嘛 我是献给偶像 偶像标里面做祭神嘛 保罗说 那个不是祭神 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假神 假的假的 可是那个的背后 有邪灵作为 他说那是个祭鬼的动作 换句话说 撒旦利用人的这种老我 利用人的罪性 他让人去制造一个偶像 然后他就在偶像的背后 去操控人 其实我们人 从理性的角度 很明够明白嘛 我们人变成神的 这些偶像 怎么可能会是神呢 他怎么赐福我们呢 他都已经过去了 他也死了也没有复活 宇宙万物 也不是借着他造的 他怎么可以复活呢 但是你可以看见 有多少人的心眼 就被撒旦给弄下了 他造一个神 然后就相信 这个神会给他什么 那为什么一个人 一个受过教育的 一个明智开化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软弱到这个地步 被这个撒旦弄下了眼嘛 我在以前做生意的时候 我也看到 有一些做投资的一些人 在国外接受了很好的装备 拿了硕士博士 回到国内发展企业 有的时候到他办公室 跟他桌子摆得歪歪的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摆的 嘿 风水大师告诉我要这样做 我心里想 你接受了这么高的一个 知识的教育推证 你怎么还信这些东西呢 你怎么会相信说桌子摆一摆 你就会发财的呢 人心里害怕 人没有把握 人不认识真是神 人就会受到这些东西的控制 保罗说这些拜偶像的行为 从一个角度来看 你拜的是假神 假神根本不存在 你不必害怕他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上有邪灵 有恶子 有那个堕落的天使魔鬼 他就运用人的这种 愚望的心怎么样 在这些偶像的背后 大行其事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他们所献的祭 不是给那些假的 是祭鬼的 不是祭神的 因为那根本没有 他们那个神 他说我不愿意 你们与鬼相交 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参与圣餐 我们是与神相交 团契联合在一起 那么如果这些偶像的背后 有邪灵在掌权 有恶者掌权的时候 你去参与这样一个 敬拜的一个活动 然后在那个活动之后的 这个餐饮里面来看 你是与他相交了 换句话这个相交 就与他团契了 与他联合了 接受这些 恶者的这种作为了 保罗说不可以 你真的要有知识 用你的聪明查验 我讲的对不对 不是说没事 偶像庙里面 算不得什么 去吃喝就算了 这个背后 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你在参与这样的作为的时候 你等于参与了对鬼 对魔鬼的敬拜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后面讲什么呢 他说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宴席 又吃鬼的宴席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讲出来 独一活神 与邪灵恶者 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这两个之间不是说 平起比如说两个各一个 我们俩两个都敬拜 没有只有独一的 可以敬拜 那个撒但是没有这个地位的 可是你跑去作息跟他联合 你就把他跟神 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了 这是不行的 所以你不能够说 我今天在主的面前 喝主的杯 吃分领这个圣餐 然后我在那边 也跑去参加鬼的夜席 这是不行的 圣经上讲 神是祭邪的神 那个祭邪本身 不是讲说神好像 男女朋友交往 你去跟我交往 然后你就跟别的 别的人在一起 我心里不舒服 不是那个意思 祭邪的最根本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 宇宙之间只有一位神 其他都不是神 你把其他的神当神败 神就愤恨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怎么样 那是错误的 祭邪是指提醒我们 只有独一的真神 所以在中文字里面 告诉我们说 他说我们可乐主的愤怒吗 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你知道 如果你一边跟 主的宴席 参加主的宴席 与主做生命的联合 一方面又去跟撒旦联合 又去参加庙里面 偶像的这种 作息的情况下 你就是跟恶者联合了 这个事情怎么样 惹动主的愤怒 我们要小心 主是施恩的神 你要让主的愤怒 临到你那不得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说我们的能力 比他还强啊 这些哥林多教会 这些蛮有知识的 这些信徒们 他们就觉得自己 好像知识很完备 什么都了解 偶像算不得什么 假神也没有 只有独一的神 我爱怎么怎么做 他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啊 这些偶像 我可以抵挡他住的 他空的嘛 他是虚无的嘛 但是保罗说 你要提醒你 你真的有那么强的能力吗 你要针对 虚假的偶像似的 但是偶像背后的 那个邪灵呢 还有一个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 一位真神 你要惹他愤怒吗 你的能力有那么大吗 大到你可以 跟这些真神来抗衡吗 如果没有 独一的真神 那你要敬畏他 你要在生活上面 有作为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 所以保罗在后面 就提出了一个 很重要基督徒 行事为人的原则了 他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基督徒在自己的所有 作为里面 两个原则 有没有益处 有没有造就人 然后这个益处是什么呢 他后面讲 无任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难要求别人的益处 所以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这个益处不是说 对我好不好 这个意思是说 对别人好不好 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标准 不是只以自我为中心 主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人世间 给我们做好的最大的 最好的榜样 就他不是自己 安享于在天上的 一切龙美 龙药啊 他愿意为人的好处 降世为人 死在死之下上 他做出的典范 所以最大的益处是什么 最大的益处不是 我享受什么 所以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这句话讲得更清楚 按照第十四 二十四节的补充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对别人有益处 要考虑到这件事情 保罗自己的见证是什么 凡事都可行 他可以领教会的兴奉 但是 并不因为这样子 这样子的作为 并不因为 对别人都有帮助 所以他看到 有可能会造成 教会在宣教上面的 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就放下 他自己的权利了嘛 他没有什么事情 他都去做了嘛 他放下 考虑到别人的好处 那后面讲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这特别对那些 属灵派的那些 所谓的有知识派的 这些信徒们讲法 你有知识 你自己可以明白 可是你有没有造就呢 那些软弱的弟兄 你绊倒了之后怎么办呢 所以 这个标准到底 你要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 对别人有没有益处 这件事情 有没有造就别人 基督的生命观 在价值观这地方 你看见很清楚 从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种本位主义 被神调整到 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别人的状况而做了 这是这个标准 所以根据这些作为 保罗给我们一个 很清楚的看见 基督徒们 千万不要只活在自己里面 什么事情 只看见我的需要 我的需要 看见别人的需要 看见神整体的计划 今天这些错误的成功神学 有一个危机 就是每件事情 只看见我的需要 我信耶稣 上帝保我平安 保我顺利 保我发财 保我一切顺顺顺顺 都是我我我我我 有没有看见 我们已经在神 为我们预备最大的恩典里面 祂的爱子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预备了救恩 我们要在基督里 做新造的人 然后活出那个 龙神义人的生命来 那个才是重点嘛 龙神义人生命 不在于环境上面的丰富 才能够龙神义人 环境上面的不丰富 更能够龙神义人啊 那就是怎么样 回应约伯记嘛 约伯记里面一开始 撒但控告约伯 这个人敬畏神 远离恶事 凡事正直 为什么 因为你什么都给他嘛 所以他这样回应你嘛 拿去看他还做不做 曾经给我们看见 我们属神的人 在这个有罪的世代里面 我们会受到不同的一些困难 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 但是每一个处境 都可以龙神义人 所以你就看见 在这种情况之下 活出一个健康的生命 这很重要 所以保罗界的这段经文 告诉这些所谓的 格林多教会里面 这些知识 属灵知识丰富的这些人来讲 不要因为你的知识的一个健全 你就觉得你可以为所欲为 也提醒你 到偶像庙里面去作息 不是只是吃一餐饭而已 那个背后带来的意思 你已经认同了那些偶像的崇拜 你已经参与了那些 敬拜鬼神的作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偶像庙里面作息 就不单单只是吃一顿饭而已了 那在灵里面 有受到那些影响 我们不能一方面 拜独一的神神 一方面又跟鬼来打交道 这两个之间没有交集的 我们要选好我们的立场 这是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 很重要的方向 然后从二十五节开始呢 保罗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好了我们不参与 偶像庙里面的这些作息息 可是市面上卖的很多肉啊 你只要生活啊 或者说有一些 还不信主的一些朋友 请你到他家里去吃饭的时候 这些请你吃饭 或者市场卖的肉 拿出来的这些肉品 如果是寄过的 寄过鬼神的 我们可不可以吃 我们不是到庙里去参与 那个敬拜偶像的行为啊 是他们把肉拿出来卖了 那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基督徒活在一个 不认识神的一个世代 不尊神伟大的世代里面 我们怎么样跟这些世代 不认识神的这些 作为上面一个互动 从二十五节开始 保罗再谈这个问题 他说凡世上所卖的 你们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属乎主 世上所卖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当时 从我们对于 新约圣经历史背景的考据 可以知道 当时在哥林多教会 许许多多的这种 在这个庙与伶俐 那么他们常常在庙里面欢宴 可是那些吃下的肉 吃不完呢 那么他们就很多人 把这个庙里面 祭祀过的这些 欢庆的这种肉 剩下的肉 就拿到市场上去卖 去牟利去了 所以当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些肉饼 很可能绝大部分 都是从庙里面那边提供出来的 所以他说世上所卖的 他说你们怎么样 那基督徒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去买肉 你要不要问 这个肉是不是寄过了 不能买 那个肉是不是寄过 不能卖 他说没有肉可以卖了 那怎么办呢 保罗说你放心 他如果是在市面上卖的 不是在庙里面作息的 你只管买来 买来你只管吃 没有关系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这个良心是什么 不是那个道德的标准 这个良心 其实只是那种 知性上的那种判断 就在知识上 属灵的知识上的判断 不要说我会不会害怕 我这样会不会得罪神呢 我这样不必为这个事情担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什么话 不必去问 整天在那边问 你就买来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这些肉就算到庙里面拜过了 他最原始的来源还是神自己啊 万物都是神所到 都是属乎他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不要被一个刺激的 或者是一个错误的使用而受影响 我们想想还有更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是跑到庙里面去 跟你一起敬拜归神 我是在市面上买我生活所需 我吃了这些食物之后身体健康 我能够更为主去做 我可以感谢赞美神 这是我可以做的 所以基本上不要害怕 不要管他们以前有没有经过 这就好像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市场 你到餐厅去吃饭 那有很多餐厅 你一进去看见他在拜归神啊 那你要不要不吃了 哎呦这个拜归神 我们不能吃了 我们才不会 因为那个地方不是庙嘛 我去吃饭 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 你还不认识神 我巴不得把福音传给你 但是我不会受你的那些错误的 错误的那些宗教观所影响 我安心的在神面前 因为我所领受的最大的源头是神 我就要安心了 这是我们所做的 所以他后面讲说 然后他再讲另外一个情况了 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除了在市场上买肉之外 他说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 请你们复习 听完句话说 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的 请你到他家里吃饭 我们基督徒都有 还有不信主的朋友啊 请你去吃饭 你们若愿意去 凡摆在你们面前的 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什么话 跟那个情况一样 如果人家请你去吃饭 不是在庙里敬拜偶像 是朋友之间的一个联谊 大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吃顿饭 在这种情况的情况下 你若愿意去 若愿意去 是个先决条件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实在不平安啊 这个家的拜得一塌糊涂了 我们去他们都不平安 你如果不平安 你就不要去 免得到了去了那边又不吃 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困难 你真的有那样子的一个 认知上面的一个难处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去嘛 但是你如果愿意去了 你既然愿意去了 你就不要给自己制造一些 不必要的这些 这些错误的这些作为嘛 你去了你就放心的吃 主人摆什么你就吃什么 为什么呢 跟刚刚的源头一样 因为源头在主 他就算败过了算不得什么 真的偶像没什么 因为你不是去参与祭鬼的行动 你是在一个宴会 朋友相聚里面 所以你可以吃 这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那个友人 就是那个主人 他如果对你说 诶 这是献过祭的物诶 那你怎么办 如果那个主人 现在开始讲话了 他拿下来告诉你 诶 这个是我祭过的 知道你是基督徒 还告诉你这是祭过的 请问一下 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他显然在试探你嘛 或者说他显然在询问你嘛 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们不是拜独一的真神吗 诶 这个肉是我拜过假神 诶 你要不要吃 所以他虽然问这句话 他不问你就吃 他问这句话 你作为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问这句话的 背后有动机的 动机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要看看 诶 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们不是有你们的原则吗 你们不是独一的真神吗 那现在我这个拜过的你吃不吃呢 他说怎么样 保罗说怎么样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然后后面讲说 我说的良心 不是你的真神 是他的 我这自由 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 保罗说 如果他这样挑战我们的信仰 挑战我们的一个立场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为他的缘故 我不需要为了吃一块肉 让你对我们基督徒的态度 跟立场产生疑惑 怀疑或者贬低 你既然质疑我的信仰 质疑我的对主的态度 那我告诉你 我就不吃了 你不质疑我 你不讲 我们大家在一起 那不过就是一盘肉嘛 这个肉的原始 最大的来源也是神 那我们就安心的享用 可是如果你要质疑我的信仰 你要问我看 看看我对于这种 这种独一真诚的敬拜 是不是那么真诚的情况之下 基督徒是不是那么 专一的跟从神 基督徒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已经挑战你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什么样的态度 来回你 那就为他的良心 为他的那种判断 为他的那种 对基督信仰的那种 出钱的认识 为了怕绊倒他 我就不吃了 所以保罗提出原则是这个 这个很清楚 换句话说基督徒 行与不行 它有个标准 不是说有的去就是管他 他问什么也知道 我们有标准 有原则的 做与不做之间 行只是有度的 这是我们的立场 所以他说 然后他三十节讲出原则 他说 我若谢恩而吃 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 被人毁谤呢 我们 你拿出来的是你拜过的物 我感恩是感谢神所创造 跟你拜的不一样 我知道我感谢的是谁 你买了寄过的肉 你可能感谢的是偶像 我感谢真神 可是如果我的感谢 真神的这件事情 我可以被吃的时候 感谢这件事情 结果被你来作为一个 毁谤的态度 蛤 他不知道我真的是感谢真神 他只是告诉我说 这是败过偶像的 这是赎过偶像的 这是赎过偶像的 是给献给偶像的 结果他你既然这样子讲 而我还吃的一个情况之下 表示我认同你了 你那个敬拜偶像的 那我就为了你 我就不吃了 我不能够说因为我想吃 而使我的神被人家毁谤 这是保罗的原则了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我们不吃 不是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不吃 不是因为偶像有什么力量 我们不吃 是因为我们怕半岛人 这就是说你有知识 可是你的知识怎么运用 你的知识不是只顾到我 你不明白 是你活该 是你自己弄不清楚 他不管你 不行 基督徒要为别人的好处 而着想嘛 凡事都可信 但不都造就人嘛 凡事都可信 但怎么样 不都有益处嘛 都不对别人有益处嘛 这个原则仍然实用 所以他后面讲三言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做 有没有 前面讲 凡事不都有益处 凡事不造就人 荣神嘛 后面讲 为神荣耀神做 荣神义人 现在这边很清楚嘛 一个前面是义人 对人有没有帮助 造就人 后面这边讲到说 荣耀神 我们常常讲 基督徒行事为人 要荣神义人 就是根据这些经文 所以你判断的标准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或是或何止 生活上的行为啊 生活上的一些步骤啊 你所言所行 所做的一些事情 有没有荣耀神呢 有没有对别人有益处呢 这是两个大原则 如果有一些事情 我做下去 使神受亏损 不做 如果我做一些事情 只有我有益处 让别人受伤 让人 这个益处 特别是对 那个信仰上的帮助啊 对别人的信仰上的帮助 有产生伤害的话 那我就不做 这个标准就出来了 这个世界 不认识神的人 没有啊 这些人是以自我中间 我高兴我喜欢 我爱怎么做就好 我有利益我得到就好 我才不管你呢 基督徒不是 因为我们带了一个使命 向这个世界 做福音的见证 那么做福音的见证 一定要荣耀神 一定要为别人 是不是在福音的益处上面 有帮助 我们就去做 所以他后面讲 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 犹太人 不拘是什么民族 圣经里面讲 犹太人 希腊人 其实就只是说 神的选民跟非神的选民 全世界包括在内 那另外 后面又讲出 神的教会 那什么意思呢 又把前面对开来 犹太人 希腊人 还不认识神的 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 后面是神的教会 是耶稣基督的 不管是信主的 不信主的 或者对主的 真理认识还不清楚的 还是说 已经对在主的恩典里面 这些人 我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这句话对谁讲 对这些属灵知识上 丰富的人讲 不要使用你的权力 让别人跌倒 如果会让别人跌倒 我就不用那个权力 如同第九章 保罗有权力 但他不用尽 他传福音的权柄 就是这个原则了 所以他说 他说 就好像我 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这个凡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保罗定出版家了 什么叫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是众人做什么做什么 不能犯罪 你也不能犯罪 不是 这就好像在前面 在第九章保罗说怎么样 他说我像什么人 做什么人 我要得什么人 对不对 像有律法的人 我就律法之下 像没有律法的人 我也行得像没有律法一样 像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他用各种情况之下 他只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是什么 我要得什么人 不是像什么人 就变成什么人 然后就失去原则立场了 不是 但是 像什么人 做什么人的目的是 要得什么人 为什么 要叫他们得救 在福音的圣里上面 站立起来 所以八九十三章 就给我们看见 基督徒怎么面对自己的 属灵自由 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权柄 那个所谓的自由 不是毫无章法的 毫无规范的 那个自由 是使人 别人得好处 是龙神义人的 大前提之下 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去 我们运用我们的权柄 不要因为自己有属灵方面的一些知识 就践踏那些软弱弟兄姊妹们的心灵 那样子神要愤怒的 我们不要惹神的愤怒 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样子的遭遇 他们经历那么多的神之奇事 活在牢窝里面 活在自己里面 不尊神为大 他们拜偶像行奸营试探主 然后他们 在那边怨天尤人 抱怨神 结果他们倒背在旷野 这些历史事件 记在圣经里面 成为今天的简介 那么我们今天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教会的每一个信徒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的行事为人标准 有没有荣神义人呢 在荣神义人的带领情况之下 我们之间的运作 我们的原则就清晰 我们大家都下宝座 让主掌王权 教会就能够 在祂的真理里面 被神来建造 愿神的话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也成为我们教会 今天彼此运作上面的时候 一个共同清晰的原则 感谢主 我们在祂的真理里面 一通结醒 感谢主